哈嘍大家好 我是健哥 11月临近美国商务部 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显卡禁售 规定的快生效的时候 一堆人在那边嗶嗶 哎呦马上要出这个4080 Super了 它能完美替代4090 你在这边说什么4090在大陆被禁售了 你肯定是囤了多少4090 你就是奸商 你要死全家 那其实 根据当时已经爆料出的4080 Super 苦打的这些规格信息 就能看出来 规格仅比4080提升了5% 和4090有着快40%的差距 毕竟互联网上人均4090 但4090涨价 好像非常影响大家的显卡购买选择 那等了两个多月 我们来看看这些4090的潜在用户 心心念的规格相比4080提升了5%的4080 Super 到底如何吧 这三周一周一张卡 我们这自费购买的卡周一才开始测 仅有的时间 我们只能测游戏性能了 还请大家理解 要是买了4080 Super 不知道要买什么 显尔器和电源 片头全家更积极的妹子来告诉你 飞利浦27M2N5510G RK原生180Hz高刷 27寸FuzzFPS面板 支持旋转升降和HDR400 99.1%sRGB 能打一小于二 试片器也改成内置的了 适合3A级普通FPS玩家 以及专业设计和视频剪辑 价格只要1289元 顺风包邮哦 具体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评测视频 淘宝店铺搜索 潮玩国度数码 发烧FPS玩家还想要更高刷新率 还有菲利浦27M2N5510P 刷新率提升到了原生240Hz 100%sRGB 价格只要1789元 顺风包邮哦 具体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评测视频 淘宝店铺搜索 潮玩国度数码 电铺新增 机箱电源散热器 ROG VK瓦尔基里 人带级别资源客服专业 售后靠谱价格给力 南京本地自提还可免运费 再优惠 追风者AMP1000瓦 金牌全模 海运代工Focus同方案 带12伏HighPower线 十年换新 黑色679元 白色699元 没有龙神一代240清库存 从170扣去 两个猫头鹰风扇就值300块钱 ROG信仰加OI的屏幕算300块 599元质保两年 四手五入水冷不要钱 压13600K很合适 数量有限 淘宝店铺搜索潮丸果斗数码 照例先来过一遍外观 我们这次过版的 还是来自电竞判客的4080SUPER X3W Max 之前的电竞判客4070SUPER 跟4070SUPER外挂根本是一模一样的 都要看麻了 这次总算是不一样了 不过这张4080SUPER还是类似的设计语言 外部线条比较圆润 有一点肥皂的味道 整体厚度达到了三槽 显示输出配备了3个DP1.4加1个HTML1 PCIe挡板配备了电竞判客 祖传的白色挡板 供电接口还是实用品 显卡尾部跟几个SUPER小D类似 也有一个红色的小标签 风扇面靠左有一个SUPER的标识 供电接口旁边有一条RGB灯带 这个外观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实际使用还得实打实看性能如何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它的规格吧 4080SUPER使用的是AD103-400核心 拥有10240个CUDA 相比4080的9728提升幅度紧5.2 这么看提升幅度可以说小的离谱 其他规格也比较相似 无理单元从304提升到320 观察单元根本没有变化 112个 其他的像二级缓存 显存未换之类也没有变化 TCP一样给到320W 倒是基础频率小超了90MHz 加速频率超了45MHz 聊胜无余霸 显存频率也超了一定点 提升到1438MHz 等于此显存带宽 提升到736GB每秒 而如果跟老大哥4090相比 差距都是十分巨大了 4090的CUDA数量是4080SUPER的整整1.6倍 只能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 亲切的调大了一众小弟 接下来过一下测试的平台 还是跟前几期视频保持相同 陪宝显卡有四张 分别是电影判客4070TiSUPER X3W MAX 应重4080冰龙超级版 以及一张联想整容者REN97K 整机拆下来的4090 这张卡基本每次出镜 对观众问这是啥型号啊 其他内容我们在这里打到屏幕上 来看实测 首先是3DMark的流用跑分 这个4080SUPER的跑分 比起4080 好像高了 又好像没高 如高 提升最大项目是Speed Way测试 4080SUPER提升高达2.4% 而Time Spy还没跑赢4080 车点分数基本可以归成测试乎差了 老黄这头牙膏 这反正干晕了 不过从规模的提升幅度来看 我们按理说能在跑分中看到5%左右的提升 可实际上 为什么测到的提升最高也才2.4%呢 就一番测试 我们发现 工作室这张4080冰龙超级版 在GPU-Z的RenderTest的频率 能跑到2910MHz 查导之后相比其他媒体的4080 有大概60MHz左右的频率优势 体质可能比较好 我们推测 这个可能是这张4080冰龙超级版 跟电竞判个4080SUPER差距过小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是游戏实测 首先是古墓丽影 二个分别率下 4080SUPER与4080的频率完全一致 都是246帧 16%也是大压不煞 相比于4090 频率相差大概10%左右 四个分别率下 4080SUPER相比4080 有2帧的提升 而和4090的频率差距来到了31% 高分率下4080或4080SUPER与4090的性能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是地平线5 这个游戏下4080SUPER甚至没有跑赢 4080 2K以两帧的劣势 败给了4080 和4090的差距比古墓丽影要小一些 为10% 分别来到4K 4080SUPER以一帧的劣势 败给了4080 和4090的差距则18% 相比2K的帧数差距被拉打了不少 接下来是使命召唤 2K下4080SUPER跑到列表如4帧 仍然以2帧的劣势败给了4080 4090能跑到195帧 领线幅度16% 在4K下4080SUPER则与4080打平 平均只有9帧 相比起来 4090则领线幅度达到37% 不过这个游戏稍微特殊一些 6%的话4080SUPER则一直要比4080强一些 关于游戏路上可以发现 我们正当4080基本全程跑在2880MHz的频率下 4080SUPER的频率则是在2820MHz 下游戏则是我们的老朋友彩虹6号围攻 4080SUPER相比4080 2K下领先3帧 相比4090落后13% 分别达到4K 4080SUPER领先40805帧 而相比4090 落后幅度又被进步拉到32% 下个游戏是我们上期视频刚加入的新元首 刺客信条幻景 在2K下 4080SUPER以150MHz的成绩 落后162帧的40803.1% 6帧落后幅度也是一样3.1% 观察跑分过程中的频率 4080SUPER的频率终于不是2820MHz了 跑到2835MHz 但4080则还是稳定在2880MHz 到了4K 4080SUPER终于扳回了一局 平均帧103 以1帧的优势超过了4080 最后的重磅选手 Cyberwink 2077 这个游戏下 4080SUPER和4080 依旧非常接近 不过还是没有打赢 2K下 4080SUPER落后1帧 相比于4090落后20% 4K下4080SUPER则是落后40802帧 相比4090落后32% 我们测试这几个游戏 2K下4080SUPER和4080 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差距 甚至还会比4080低的几帧 但是相比4090 动画还是比较多的 当分辨率来到4K 4080SUPER相比4090的差距 会被进一步放大 如果你想选择4K分辨率 那么还是建议上4090会更好一些 来总结一下吧 这个4080SUPER基本是修回了个寂寞 理论跑分相比4080仅SPEEDWAY 这个项目看到了2.4%的提升幅度 其他都是1%左右 实际游戏表现也跟4080极其相似 提升基本可以在1%以内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档4080冰的超级版 确实有点太强了 加上电竞判课的这个定位不是很高 导致程序差距不大 同学也侧面说明了 4080的努力还是能摸到4080SUPER的屁股的 不像4070Ti和4070TiSUPER之间很难用超频去弥补 虽然性能其实很小 但价格方面还不错 官方价格是8,099元起步 4080虽然已经停产清库存了 但实际上目前不少的4080 还是挂着8000大级的价格 4080SUPER一出 酷熟的4080估计还得降一降才能卖了 虽然性能提升几乎没有 但是价格降了些 总归是好事吧 那接下来节目的交流 不要看了我们的测试 你是否会去购买4080SUPER呢 欢迎当中的弹幕与我们交流 观众朋友们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YouTuber 明明镜的订阅动物全中药 传播来源更多电脑自信号 还有高精微信用功耗的常安客CL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给你调查链部常安国的数码 或者淘宝双米常安客 接下来节目 我们下期见 拜拜